HELLO 大家好,我是卡特 今天卡特來為大家介紹的是我們益森最熱賣的三款平躺機的系列 我最左邊看到的是我們益森38x38的磁控平躺機 中間這一台是我們40x50的電動平躺機 也最右邊這一台是我們40x60的磁控平躺機 那這台卡特為大家一一介紹每一台平躺機的特色吧 首先卡特為大家介紹的是我們益森38x38的磁控平躺機 它有抽貼機的底座可以拉開 讓我們放東西比較容易被三秒燈板燈到 以及磁力的控制跟氣壓棒的設計 那我們可以透過這邊去設定它的溫度秒數 按一下如果有點OK 就是渡息設定好溫度之後 秒數先設定三秒 按一下LO 就是會開始升溫 那當溫度提升到100度以上 它就會顯示數字 那我先為大家示範 OK我壓下去 它再倒數 三秒鐘後 可以磁力還會這麼彈起 那這樣是不是很方便呢 好OK 接下來卡特為大家介紹的是我們益森40x50的電動平躺機 它紅色的一個外觀非常的時尚 它也有抽屜式的底座 可以防止我們燈上放EU的部分 以及說它有一個緊急停止鈕 當我今天在壓力的時候 有些段階段直接按一下 它會直接彈起來 還有我們的散熱風扇 以及說它不用外接空壓機 然後直接透過這樣的液晶顯示螢幕去操作 時間到溫度到 它就直接跳起來了 好這邊是我們40x50電動平躺機的一個操作用出控式的面板 我們這邊按一下OK 它這邊可以設定它的溫度 往上去調整 那我先設定140度 那這邊探1的部分是設定它的秒數 那我先設定3秒 它的部分是說我們有一些產品 需要兩段式的一個壓燙 那我這邊可以設定第二次的壓燙的秒數 那最後我們這邊總共會有10段的壓力調整 我們一樣依照不同的產品 去調整我的溫度的壓力 那這邊是壓力的部分 好那我先設定5 OK那我設定好之後 這邊就開始升溫了 那升溫到一定的溫度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進行我們的壓燙了 好OK現在我們衣服已經放上去了 好放好之後 我把抽屜放進去 然後雙手平壓 好就會緩緩的下降 好第一段3秒 先到後 它就會再升起來 好那我剛剛第二段部分 我也是顯示設定3秒 那我一樣再壓一次 好它就會倒數第二次的部分 那我一樣3秒 直接到 要彈起來了 好OK 那以上這個是我們電動平衡機 40x50的一個介紹說明 最後要為大家說明的是 我們一升40x60的成功平衡機 好那我們要開機後 它會顯示off的部分 那它一樣有抽屜式的底座設計 可以防止我們去燙上 以及磁力的控制 我們實驗到它會之後彈起 就是我們其他方的設計 好那這邊可以去操作我們的溫度跟秒數 好我們開機之後 第一個會顯示off 按下中間OK 錄氣開始設定它的溫度 好那我現在設定200度 好上來可以去做設定 上來一下OK 它是顯示的秒數部分 那我現在設定5秒 好 LO就開始升溫 好那升溫 超過100度之後 它才會顯示速度 那我現在已經調整好 可以先試一下一下 好 那現在已經倒數了 好 時間到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彈起了 以上是我們今天一升 今年度最熱銷 三廣平衡機的一個說明介紹 有興趣的朋友趕快跟我們做聯繫吧